大家好 最近有不少花有反映 自己养护的新银球不怎么开花 而且开花又少 那么新银球不开花的原因 其中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品种 像我这边这一棵 它是不勤开花的 如果想要它开花的话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像这一棵的话 它就勤开花一点 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让它开花了 像这个勤开花的 它这个刺是平着长的 而且比较软 不容易扎手 像这一种的话 它就比较硬 非常容易扎手 那么第二点就是 给它充足的光照 因为新银球它是不怕晒的 只要不是下雨天 不是每一天气 我们可以给它放到阳光下 养护都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要注意浇雪 不要给它积雪 积雪的话容易闷根 那么第三点就是 给它蒸湿零甲肥 我们给新银球施肥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薄肥 因为本身新银球它是比较耐贫 比较耐汗的 如果说我们施肥过多 很容易造成肥害 进入到花期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 磷酸精甲对水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不容易造成肥害 按照1比1200的比例 给它一个月浇灌两次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养护环境的温度 如果说这个温度超过35度的话 它进入休眠状态 那么它就不会开花了 一定要适当的降一下温 最好是28度到35度之间的温度 是最适合它生长开花的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新眼球不开花的一些眼镜 我们下期再见